好消费者现在越来越无所适从了 而这一波的油品问题引爆点就在于大桶油品 也是去年就被检举 居然是一年之后的现在才被揭露 去年10月接获了民众检举之后 屏东美和科大化验市面上 很多的油品就发现大桶橄榄油的成分是混冲的 学校都验得出来 为什么卫生单位反而验不出来呢 现在外界开始质疑 莫非厂商和政界人士关系良好 才能够引而未旋 去年10月就有人检举大桶油品有问题 查了一年才查出结果 大桶董座高震丽哪有这么大的能耐 这是两年前大桶橄油开幕灌溉云集 剪彩时站在最左边的第一个 是当时主管观光业务的交通部长毛治国 第二个是副总统吴敦毅的太太蔡领怡 隔壁是马总统的姐姐马以南 高震丽自己站在最右边 把最好的镜头都让给高官们很会做关系 大桶这个案子转到彰化县卫生局后 传出有两位明代前往关心 其中一位是已故的武党籍县议员 叶宁峰 这是叶宁峰生前在议会质询的画面 今年8月他因为肺腺癌过世 地方盛传他跟大桶关系良好 大桶酱油工厂那块地 也是他居中牵线取得 卫生局强调没有关说 只是美美稽查大桶 高震丽就会把跟明代的关系挂在嘴边 他有表示过说他跟 对他说他的关系还不错这样子 卫福部坦承去年10月就接到民众检举 大桶橄榄油味道怪怪的 所有月转给彰化卫生局 但今年5月彰化卫生局回函表示没有异常 因为检举人不断询问才求助彰化检方争办 讽刺的是这一段期间 屏东美和科技大学接受卫福部委托 检验市面上各种油品 就发现大桶包装标示橄榄油 成分却几乎都是大豆油 学校验得出来 卫生局验不出来 这是什么原因 美和科大至少还跟官方开过两次会 但消息拖了一年才爆发 让民众又多喝了一年加油 TB新闻综合报道